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 学艺会持续到哪一天 我们都会跟各位永远的站在一起 我们都会做各位坚强的后盾 在立法院占领13天了 老实说 在冲进去的那一天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这地方看到这么多人 慧慧鼓棒 慧慧鼓棒 慧慧民主 慧慧民主 让西亚的孤儿 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陪你 玩平等的游戏 他们都想要 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 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深夜里 无奈地担心 我们的眼泪 在屋檐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 这是什么道理 谢谢 这是一条 二三十年前的歌 我 放在这边 竟然就是 能够来表达我们的心想 标示 台湾一直没有用前走去 主要是因为 有这条人 他们从来不听我们的声音 从来只有他们的声音 大军人住在哪里啊 在后面啊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 我相信这次不是只有反服貌 是反一种声音 反台湾只能有一种声音这样的味道出来了 我是三二三当天就是冲进行政院 然后甚至就是最后就是进入内部大厅的那一批人之一 然后我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就是口中说的报名 可是我后来我没有待到最后 因为后来的时候情况就是很混乱 然后各式各样的谣言都有出来 我把妹妹带出来了 可是那个哥哥他坚持不走 他就是一直留在里面 然后我们一直到出来 一直在打电话给他 叫他赶快出来 因为很危险 已经真报警察都已经看到 已经送到了 然后可是他坚持不出来 然后后来我去医院的时候 我跟他说真的非常抱歉 就是我太胆小 没有留到最后 而且完全没有受伤 然后为什么有资格在那边说话 可是 可是 因为我想要告诉大家说 就是 就是 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说 还好你们女孩子出来了 因为里面发生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然后你们没有事情就好了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站出来 然后跟大家说 我们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没有使用任何暴力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紧张一片火烂 可是大家马上就坐在红色的阶梯上面 然后我们没有去攻击警察 我们就是手勾着手 喊口号 然后 然后我们没有偷吃太阳饼 然后我们也没有去破坏公务 然后我们也没有去破坏公务 这是真的 我知道我们违法 可是我们没有使用暴力 我们真的没有使用暴力 甚至里面在场有人在地上捡到尖锐的物品 我们就趕快把它拿起来 交给警察 也能够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你当天受到伤害 你手上有任何的证据 你手上有任何的影片 任何的相片 或者说 你朋友也受到伤害 麻烦请他们站出门 现在 律师团就站在这些伙伴后面 对不对 当天 学生一进路之后 我们随时就爬到铁梯跟着一起上去了 那时候 在内政部长市场的办公室 有传出有学生跌倒受伤 我进去看到的时候 那是发生没几秒的事情 进去的时候 一个学生躺在那边 然后他的旁边在旁边守护他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从进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第一件事情 会想拿太阳饼来吃吗 在进入行政院之后 我们听到 行政院二楼 有传出警察受伤的消息 当时 有一名宜兰的开业医师 还有他身边的护理师 还有我们几个医疗人员 那时候我们就爬了一个四公尺高的铁梯 上去救援这名警察 我们在护送这名警察就医的过程中 行政院门口的群众 是自动的让开一条路 而且鼓掌感谢医护人员的救援 还有好几个民众 向这位员警说辛苦了 我们了解你是因为执行勤募 但是脱掉制服 我们都是台湾人 但是医护在执行救援任务时 就被警方强制驱离 甚至恐吓我们不离开 就要上手铐 即使是战场 交战的双方都不会这样对待医护 下一话院长却说 全部武装的警察 受伤的比手无寸铁的民众还多 我说 这根本就是挑战全台湾人民的智商啊 我的学长在里面被打到 后脑勺的生命中枢 癫痫发作 差点送命 当时救护车不断的进出 伤患塞满了台北的各个医院 当场有随救护车来的救护员 因为伤患太多跟我们求救 希望进入行政院里面帮忙紧急救护 我们也是被警方阻挡 甚至在行政院里面 救治伤患的医疗人员 也被警方强制驱离 威胁上靠 这个情况 在台湾 这个亚洲性 这个亚洲指标性的民主国家 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这些同学 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 很多人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 可是在那个里面 我们所面临的 是24小时的媒体的轰炸 各种资讯不断的进来 我们所面临的 是警察可能随时的攻坚 我们所面临的 是政府一再的抹黑分化 或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民众 马英九告诉各位的是 各位在这边 撑了13天 我释出的最大的善意 就是回到30秒前 你接受吗 他告诉我们说 先立法再审查 有两个他觉得不能做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福茂协议已经签了9个月 立法的时间会很长 所以我们不能等这么久 不能拖延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们不能先立法再审查 第二个原因是 假如先立法再审查了 最后审查的过程当中 根据我们定出来的法律 审查的过程当中 国会跟人民 决定要退回福茂 重启谈判的时候 这个将会有失于国际的信誉 我们现在要求退回福茂 事实上就是退回到行政院 等到立完法以后 你那个协议再送进来 再审查 当然审查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重启谈判 那是未来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马英九 有连一个法让人民参与审查 都这么怕 因为他怕的是 他怕的是 他跟北京 跟中国的政府 已经有了承诺 北京的政府 一直在要求他 六月之前 要完成审查 要求他年底 要通过货帽的协议谈判 他所追求的 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 他所追求的 是他跟中国 谈好的协议的时程里面 要去通过货帽协议 要去通过未来 他们从2012年 就一直在谈的 兩岸和平协议 一直在谈这些事情 我们要求定定 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 我们除了要处理福帽 还要处理货帽 还要处理未来他们 跟中国所签订的 各式各样的协议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要拒绝 跟中国往来 我们没有要拒绝 跟中国往来 可是我们要求的是 我们跟中国往来的过程当中 今天在场所有的人 所有的台湾人 都可以实际的参与 共同决定 我们要怎么往来 对不对 这次的运动 也是一个公民运动 在这次的运动里面 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权团体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劳工团体 他们为了捍卫 继承劳工的生存权而来 我们也看到 关心农民权益的团体 他们为了小农 中国的生计 为了福茂协议 开放中国中资 经营农产品的批发零售业而来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环保团体 参与这个运动 他们为了台湾的永续发展而来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关心健保 医疗社会福利的团体 关心台湾文化自主性的团体 他们都站出来 其实 这次的运动 是一个台湾 进步价值 进步的公民运动的大集结 我们所追求的民主 不只是选举 没错 我们可以选立委 可以选总统 可以选市长 但是我们的民主拼图 仍然没有完成 我们仍然看到 在土地征收的时候 人民不能参与 我们看到 当政府在决定 历史课纲的时候 人民不能参与 我们看到 当政府要对外谈判的时候 人民不能参与 我们今天站出来 就是要在选举之外 建立一个制度 完成一个 让人民可以直接参与的民主 好吗 让我们坚持